各位朋友 辛苦了大家 很多謝大家過來支持我們 另外就是在我身邊 隔壁這位叫石房友 叫阿Man Sir 我和阿Man都希望 搞一個我們叫人間的記者會 希望發聲 我們將一些不公義的事去發 同時間要令到更多的香港有良知的市民 一起去改變現在社會的狀態 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止暴制亂 當時那一刻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衝過去 就把他的塗罩脫下 跟著那些護法五六個衝過來打我們 打我一個人 那一刻就自己保護自己 那些人戴著頭罩 什麼都這樣做 我在香港出生 把你面帶 打得那麼好的人才會這樣做 現在開始 我們是不是應該是 兩個戴著口罩的年輕人 就認得我的女兒 直接衝前去 就用一些整個外賣碗 裡面裝著一些湯渣 送菜和一些煙頭 就直接由頭 臨到落身那裏 臨到我女兒那裏 那她對著我女兒說 就是因為多得你父父關照 說了一個粗口 罵完她就走了 我覺得這件事是絕對 絕對要譴責 還有一些暴徒 懦夫的行為 都會有些心理的壓力 因為我很怕收音量 第一我聽到收音量的聲音 真的很多受害者 每天我見到這樣的案子的時候 我可以通知到的 我通知他們 在Facebook 你的資料在Telegram 不會出現了 你小心點 但當然一個人的力不夠 希望政府 尤其是私人專業公署 也都是希望他們 加大力度去保障我們的市民 我不知道是否昨晚 但我昨晚收到 其實都很害怕的 但是就是因為害怕 我們更加要出來 去舉辦這個記者會 如果我們不去發聲的時候 我覺得心中有愧 我們希望是多元的聲音 希望更多市民 可以深度地去多方位 去看這些事件 令到大家都可以有多些資訊 亦都被政府去看到 我們民間訴求 希望他們去做事 會繼續持續做 而我們已經被人起底 已經攻擊開了 我們其實不需要怕它 因為一來自己行得正 站得正 第二來就是 可以真是我們這邊 代表我們公義去發聲 總之香港 賴以成功的 是一個法治基石 現在這幾個月 我覺得真是 法治 是不能夠令到香港和平 安寧 所以必須要另立一些 真是可以阻止到這件事件 繼續惡化的法律 而可以幫到香港 中共吞聲 零力 國爹 但 是 有 有 沒有 有 有